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143期的亚当球鞋 我是你们的亚当 耐克在停止了HyperDunk这一个系列之后 耐克他们在团队款篮球鞋方面 一直没有推出什么拿得出手的产品 当然球星的签名鞋也拿不出手 而在去年耐克推出了他们的GT系列 GT Cut GT Run 以及今天的这个主角GT Jump 而前面两者 我之前都已经做过测评了 那他们其实在实战方面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GT Cut 以它优秀的外观以及优秀的脚感 让它可以算得上是这几年来 耐克家最成功的一款篮球鞋产品 当然它的实战性能 跟它现在二级市场上的售价 完全是无法匹配的 这个价格我是绝对不推荐大家购买的 那即使是原价 我也觉得并不值 而GT Run在实战方面的表现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它非常适合像我这样 依靠第一步爆发来突破的球员 但是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 比如说鞋舌太薄 以及后跟的立线并不是特别正 这都是它比较明显的两个缺点 而今天我们的主角 在GT三剑课中最后出场 配置最高 这一双定位偏内线的篮球鞋 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 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 我是亚当 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 这一双定位线并不是特别的 I ain't with the rap beef, Draco, pedophile, all my ox get touched We ain't never ran out for no barbers, still be hopping out cuz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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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I leave by my cars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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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All my ox be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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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Running, why this knows it was,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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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Savage never did know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 这一双鞋的外观我自己觉得它还是非常炫酷的 你觉得呢? 肉眼可见的超级大气垫透过中底的PBX乘托盘 以及大底上面的这些小洞洞都可以看到 而中底还有一块全掌的Zoom Strabo加持 双层的气垫双倍的享受 三个气垫的面积以及厚度都是非常可观的 并且鞋面采用了耐克首次使用的这个Jumpwire 有两股橡胶丝交织而成 肉眼可见的超强透气性 别的不说增高功能绝对是优秀的 这一双鞋穿着长个三五公分绝对是不在话下的 那你觉得这一双鞋在外观方面可以打几分呢? 我觉得它还是非常帅的 在实战方面我们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 我手上的这个配色是搭载了耐克自家的XDR耐磨橡胶的 在耐磨性方面还算可以接受 比没有搭载XDR的肯定是要好一些的 但是球鞋的纹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细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打外场 尽量还是算了 好吧 毕竟这一个鞋子可要四位数呢 打外场 什么家庭啊 而在抓地力方面 这一双鞋搭载了全掌的传统人字纹纹路 并且在横向以及侧向都有相应的纹路来应对 球鞋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在吸灰方面的控制也做的比较不错 即使是在有灰尘并且带有一点水汽的地下车库 它也能拥有还算不错的抓地力表现 而在中底方面 在缓针方面 可以算得上是封顶了 那全掌的Zoom Strabble 加上后掌的超大型马蹄性Zoom 再加上前掌一块巨大的半掌Zoom 虽然官方没有说 但是前掌用的这一块半掌Zoom 好像是一块Zoom Turbo 那这个配置 说是前无古人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反对我吧 而且我估计后面这两年暂时也不会有来者 这个配置 我相信现在市面上 应该找不出缓震比它更强的篮球鞋了吧 那不管什么体重 这双鞋肯定都没有问题 如果它都满足不了你 那我估计没什么鞋能满足你了 篮球这一项运动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适合你 你可以考虑一下往乒乓球这一方面去发展一下 好吧 当然这样的中底配置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点 第一点就是它在场地感方面的缺失 如果你想要的是场地感 那它肯定是没有的 它的中底实在是太厚了 穿上它打篮球 任何的场地感都没有 一丝丝都没有 第二点 如果你想要选择这一双鞋 你必须要拥有一定的下肢力量基础才可以 不然它的中底在你发力的时候 它的气垫泄力会导致你脚下无力 但是如果你拥有一定的下肢力量 那这一双鞋会带给你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在你突破的时候 它的力反馈会让你突破更爽 助推更强 第三点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它的耐久性方面的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搭载超大面积气垫的篮球鞋 那比如说AJ34又或者是AJ35 它们的气垫都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 你一定要准备一定的资金作为修鞋的预算 而如果你觉得这些你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它的中底的确可以带给你非常优秀的体验 虽然它搭载了前五古人的中底配置 气垫加起来的厚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它的泄力感并没有那么的厉害 甚至在突破的时候它还可以带给你一定的力反馈 是能够让你在突破的过程中有更加迅速的突破速度的 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这都是建立在你有一定下肢力量基础的前提下的 那如果你有这一双鞋的中底真的很爽 特别爽 而在鞋面方面球鞋采用了耐克全新研发的 这一个被命名为Jump Wire的鞋面 可以算得上是透气性、包裹性、支撑性三样一手抓 在这三个方面这一双鞋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它在整体的锁定方面做的并不是特别优秀 也就是它的动态包裹 在做一些侧向蹬地或者是极定动作的时候 脚在鞋内还是会出现一点点松动的现象 把鞋带系得非常紧也没有什么用 当然这样的感觉是完完全全可以接受的那一种 不是特别离谱的那一种 而在鞋面的支撑性方面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 鞋面的编织材料用的是那一种有点像电线外壳的那一种橡胶材料 非常强真的非常强 延展性是非常小的 并且鞋面的四周都使用了热绒材料进行加固 让鞋面的强度进一步伤身 再加上球鞋前掌外侧的硬质TPU键以及中底的橡胶上翻 都让这一双鞋在整体的侧向支撑方面做的非常棒 但是它虽然在这一方面做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由于球鞋中底的高度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当你在做一些大幅度变相动作的时候 你的脚踝会受到更大的力 那如果你是喜欢变相的朋友 那这一双鞋是千万不要去选择它的 当然这一双鞋其实我也不推荐所有的人去购买 没错是所有人你没有看错好吧 这双鞋的确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不错 可以算得上是偏内线打法或者是大体中的球员可以选择的一双神鞋 但是这一双鞋我是不推荐所有人去购买的 当我把这一双鞋弯折起来 你们就可以看到球鞋的自然弯折点就处于你的足弓处 对于足弓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穿它打十分钟短短十分钟你的足弓就能产生明显的酸痛感 那继续穿下去会出现撕裂感 比上一期我出的青黄三代 对于足弓的这一种压迫感是更加严重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如果您觉得上一件藏品青黄三代无法满足你 那今天我们的藏品这一件GT Jump 由漂亮国设计开发 疗效更棒 只需半个疗程就能让你拥有难忘的足弓酸爽体验 心动了吧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没错这一点都不夸张好吧 我根本就没有夸张 这双鞋是我穿过这么多年鞋 对于足弓压迫最明显最厉害的一双鞋 虽然在穿着的时候它的弯折点 是的确是会往前移动的 的确是在一个合理的位置 但是只要你细细的去体验 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每当你在走动时 只要球鞋产生弯折 它的自然弯折点处还是会出现 一点点这种细微的弯折 并且就完美无缺的顶在你的足弓处 我穿这一双鞋打完球把它脱下来的时候 它给我带来的那种快感 就像是我那集憋了两个小时 突然释放出来的那一种感觉 你能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你不想得足底筋膜炎 这一双鞋真的不要去选择它 好吧 并且它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 顶后跟的一个现象 但是顶后跟的现象 比顶足弓的现象会略好一点 虽然每一次穿着它 它最先带来的就是顶后跟的一个现象 但是顶后跟的现象 比顶足弓的现象会略好一点 因为每次在足弓已经完全吃不消的时候 脚已经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的时候 脱下鞋子 脚后跟还没有到磨破的地步 那就像一辆汽车 你把它开到100码 它会散架 但实际上你开到80码 它的发动器就已经坏了 所以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 而在稳定性方面 这双鞋表现的是非常好的 虽然球鞋的重心的确是非常高 但是它中底的大面积P-backs 乘托盘非常好的提供给了这双球鞋 优秀的稳定性 并且非常好的控制住了气垫的形变 那在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 它是不会出现任何在稳定性方面的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变相 还是偏外线打法的球员的话 那这双鞋或者说这一种重心偏高的篮球鞋 你尽量还是都不要去选择了 因为它较高的重心会在你变相 或者是急挺的时候给你的膝盖 以及你的脚踝带来更加的压力 所以这一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0分 没错你没听错是0分 那这双鞋的设计的确是存在缺陷的 我穿它的次数大概有十来次了 自从第一次打球 无法接受它的顶足弓问题之后 我一直想通过或者跑步或者跳绳 这样一系列的训练来进行磨合 但是一直都没有用 顶足弓的现象一直都没有改善 而有时候连去穿着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缓解了 但实际上只是你的脚适应了它 篮球鞋是服务于我们 让我们拥有更好的运动表现的 而不应该是让我们去适应这一个鞋款 带给我们不好的体验 好了 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 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 我是亚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 希望你可以关注我 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 好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大家有空来做 Peace